今晚准备做个简单, 易做, 美味的芝士烤龙虾 这些龙虾已经在超市里帮我开了一边 回来洗净, 把腸撩出来 用厨房纸吸一下水分 材料是蒜盐 牛油, 黑胡椒盐, 蒜头, 百里香 就是这么简单的材料 牛油我丁容了 把蒜蓉, 百里香, 加上蒜盐, 黑胡椒盐 拌匀后, 放在龙虾上 因为每个人的烤炉不同 我350度, 预热5分钟 把龙虾都350度, 烤5分钟 好, 之后拿出来之后呢 就会撒些芝士进去 就转380度, 再烤5分钟就可以了 再烤5分钟 抹干的时候呢 你会发觉那些龙虾呢 如果还有些水 还未吸收得干净 再用厨房纸再吸收干净 等它吸收多余的水分 再涂些蒜蓉 加上蒜蓉 龙虾呢, 均匀地涂好了 准备放在焗爐上 焗了5分钟后 把龙虾拿出来 灑芝士 记得每个人的焗爐 都不同的 因焗爐的度数 把芝士灑完后 380度再灑5分钟 我就完成 这个芝士焗龙虾 简单 美味的芝士焗龙虾 你们一定要试一下 现在加了芝士 再焗5分钟 我们的芝士焗龙虾 已经焗好了